我们相隔几十年再次重逢 走到一起现在也两年多了 觉得很有幸能再次遇到她 可是当我觉得我们相处应该领个证 应该她提议时 她没答应 甚至说那只是一张纸 有没有都不影响我们的感情 不影响我们的交往 我觉得她是不是不像她自己说的那样 愿意与我相伴到老共度余生呢 我现在不知道怎样对待这场感情呢 也不知道怎样和她相处了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黄先生58岁来自福建退休有请 张女士62岁来自福建退休有请 挺有意思的啊 又是一大四岁的是吧 你比她大四岁是吧 对 谈恋爱谈了多久啊 两年多 现在您是想什么呀 我就是想说既然谈了那么久 也谈得来想领个证 我这笑是因为这个声音刚才在舞台上出现过 谈了两年多想领个证 您想领证的理由是什么呢 有很多场合没有一个正式的身份 不太方便嘛 感觉都很尴尴尬 有一个正式的身份 有一个正式的身份嘛 是笑话 都离婚了 都游尴尬 都口望爱情 也希望重组家庭 爱一个人就带她去古浪椅 所以第二天我带她到了古浪椅 古浪椅 印尼的风光 浪漫的沙汤 仿佛使我们回到了中学时代 傍晚她要回沙明 我在码头给她送行 看着那个习习下落的夕阳 我跟她说 下半辈子我们在一起吧 她跟我说 回去考虑一下 一个星期以后她就答应我了 然后从沙明来到了厦门 我们一起旅游爬山 游泳抗西洋 过得非常的幸福 可是最近一年 她的所作所为 我觉得她的感情变了 对我不太用心了 好好好 说这一年吧 有一次我们走在路上 就手机响了 手机响了 我逃出来一看 是移动公司 给我发的一个短信息 她说明天是你的生乐 祝你生乐快乐 然后我马上就把这个信息 给她看了 看了以后 当时她第二天 没有给我买生乐礼物 也没有给我过生乐 这个事情我感到非常的失望 你想让我给你过生日明说 你没有明说 我因为主持人我跟你说 我是不太习惯 记住亲人的生日的 包括我自己的生日 我都从来没记住过 所以我就没有在意 不是特意说去怠慢她什么 我也给你过过生乐 也给你送过生乐礼物 你给我过生日 我很感动 但是你不给我过生日 我也不会在意的 确实是这样 行 好好 听明白了 暗示没成功是吧 心里很伤心 好 五 六次没接 那个时候我想她是在打麻将 因为如果接我的电话 会影响她打麻将 所以不来 你看这个时候 我多么的困难 别人车都开不动了 我希望她来到我的身边 因为她毕竟她毕竟是我最亲的人 结果她电话都不接 这个事情我非常地气愤 我跟你说过 我不是不接电话 就是我那天没带电话 她就不信 我那天不是去打麻将 去锻炼嘛 穿着那个衣服 不太方便带那个手机 我就想锻炼 也就各把小时吧 回来我看到 不接电话 看到而且那么多个 我第一时间 马上就拨过去了 而且我也心急活了的 到药店去 给她抓了点药 就跑过去了 因为以前我看过她 在打麻将的时候 电话响了她是不接的 我问她 我说你电话干嘛不接 她说什么 如果是接到电话 她就打麻将就打不了了 问题我在她心中 还不如那个麻将 误会误会 那是别人啊 要是你的电话 那个时候我也会接啊 那不一样的嘛 误会啊 回去有没有药吃啊 这个有 那就行了 你这个人怎么小心眼呢 就差不多了 没别的事了吧 还有啊 对 说说说 我们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差异 我是辣椒一点不吃的 她非常喜欢吃辣椒 所以我多次跟她说 以后我们在一起吃饭 你炒菜的时候 不要加辣椒 说了三四次 她还是炒菜的时候 会放辣椒 我在她心目中 有位置吗 不是不是 不是那次炒菜 我是学那个视频上 学做的那个菜啊 然后她就有说 放那个青红辣椒嘛 我当时看一下 那辣椒是不辣的 然后炒起来 我也尝过不辣 那我就告诉她 这个辣椒不辣了 她就不信 她就不肠 我跟你说过了三四次 别人老年吃辣 你中年就吃辣了吗 我给你说那个不辣嘛 你就不信 你为什么不信 你尝一口你就知道了嘛 你就不信 就说是我故意 尝一口啊 我就是说 我说过三四次的事情 她都不放在心上 我在她心中没有位置 不是 人家就爱吃辣 那你 她在你心里 是不是也没位置啊 行 您再说 您再说 哎呦 看着很委屈你知道 我们在唐啊 我的亲戚朋友 大部分是知道的 有一次我的一个老同事 他儿子结婚 那给我们发请见 请见上有我的名字 也有他的名字 结果我叫他去 他就是不去 不去的话 我至少一个人去嘛 一个人去的话 到了那个酒店 我朋友就问我 他怎么没来 我就跟他说 他回老家伤名了 要一个星期 才回到厦门 这个是本来就过去了嘛 没想到那么巧的 第二天 我们两个在路上走的时候 正好碰到我那个朋友 你说这个事情 尴尬不尴尬 是不是让我很丢面子的事情 尴尬 为啥不去啊 我觉得我们这种生活 在这种重大的正式的场合 毕竟有点尴尬嘛 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不太适合参加这个 不名正言顺 对 我就觉得 不是夫妻 对啊 对啊 问题是参加婚礼的人啊 不是一定要夫妻 很多人都是朋友或者同事 他们怎么想我不知道 但是我心里就这么想 我觉得哎呦 好像跟你一块去的话 我不是正式的 我觉得好像尴尬 他太可爱了 就是到这个岁数 还希望那个爱的那种 甜腻劲啊 还要有 是吧 对 像我去外地啊 他从来不会到机场送我的 我到外地要回来的时候 我会跟他发微信嘛 我几点几点到高崎机场 结果出机场以后 我同行的朋友 同事 他们是由老婆来接 或者是由朋友来接 很开心地就回家了 很开心地就回家了 那我到机场怎么办 自己拎到一个行李箱 打到一个出租车回家了 你说我感到是不难失落 我也不是特别地去态骂你 我真的没有去接机这种习惯 然后我觉得你说都已经到机场了 过个十几二十分钟就到家了 我也觉得没有必要去接你啊 是不是 我去接你 无论就是说去亮相一下 我觉得没那个必要嘛 也不是心理太重 提不动 对啊 而是因为别人都有人接 只有我没人接 是不是我感到很失落 但是你如果说 想让我去接你 我也是会去接的 这个事情如果等我叫 我就不叫了 我跟你说了 我几点到 每一天就叫你来接嘛 那你都不来 我再叫你 如果你不来的话 你就是爱这样说话 就说半截 不说出来 你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我也会去的 我也就暗示你了 如果你不来 我是不想说的 但是我觉得 我有必要去的 我就会去嘛 比如说有一次 我们去超市去买水果 他就一直在找那个杨梅 他很爱吃杨梅 那个杨梅就没有了 他就一直叨叨说 今天杨梅怎么没 怎么吃都没了 那我也觉得是 那我后面就想想 我们那边去 那个有一个杨梅基地嘛 第二天我就打个车 就到那个龙海去 找那个杨梅 其实这个我不是说 很在乎你 不是说很会为你着想 我哪里有必要说 打车到那么远去买 那么一点点小杨梅来呢 对对对 有这个事情 问题是这个是在一年以前 我说的是他最近一年 感情有变化 对我不太用心 那最近一年 你有关心他的事实 来反驳一下他吗 有啊 有一趟他那个晚上十点多 那天还是我们厦门的有台风 台风的天 他打一个电话给我说 他摔倒了 好像脚出血了 我一听就很着急 我就问他头有没有磕到 他喝了酒也说不清楚 那我就很着急啊 就要打车去嘛 台风嘛 那司机都不接当 然后我后面都没办法了 也就特别的着急 我就打电话找朋友嘛 我说你一定得帮忙我 我要去看我朋友 他说他摔倒了 我不知道情况咋样 然后朋友把我摘过去了 我去看一下 那个脚受伤了嘛 还伤了好几块 我就给他轻穿一下 然后就把他安顿好了 就躺下了 把他安顿好 让他睡了 我就一直要观察嘛 万一头有碰伤的话 有那种症状的话 我们要 照顾他一夜吗 还是照顾 照顾他一夜未眠啊 我都没合眼嘛 我就担心他的症状出现了 我没发现嘛 我要就是担心他 这是今年的事 去年的事 今年的事 这个事情啊 如果我不找他 去找别人 那我们不是要分手了吗 你说我们还能站在这舞台上吗 你这个真是 是不是 这一年发生了什么 让您变得这么矫情啊 我们都是离婚十多年的人 然后呢 春节的时候 我是一个人过的 那他呢 他父母亲也已经不在世了 结果过年的时候 我说你留在下面 跟我们一起过年 他是不去的 他要回到老家 跟他的兄弟姐妹过年 你说我在他心中的位置 还不如他的兄弟姐妹 不是的 我们家过年啊 就一定会兄弟姐妹一起回家去拜年 那你为啥不跟着你一起去呢 他妹要信我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我们就是这个身份嘛 你说 我现在没有正式领证 如果是说正式领证呢 我就说我这里是一个家 我要在这里过年 过年呢 正月初二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拜年 听懂了 但是你现在没正式领证 你这好像 感觉就很尴尬嘛 我就觉得 这个听来听去 这个死结是结在这儿了啊 再问你 这为什么不跟人领证啊 那么喜欢 如果是一年前啊 他提出来去领证 那肯定是领了的 最近一年 我发现他的感情 对我有变化 而且这张证 对我们现在的生活 没有任何的影响 总不能他有事情的时候 给我打电话 我说我们没有证 我不去 你找别人去嘛 是不是 而且我们没有证 我那个台风天摔倒了 它不也来了嘛 我们要基础在一起的条件 大概还要过一个一两年 别啥 一两年 因为我们不想 跟各自的孩子住在一起 一年或者两年 我和你要结婚了 他会独立帮出去嘛 然后我们有条件 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 就拿一个结婚证 就是名正言顺的夫妻嘛 那如果现在我发现 他对我的感情有变化 如果到两年三年以后 我们有条件 住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时候感情破裂 第二次离婚的话 那简直是要命的事情 第一次离婚 就已经非常伤了 不想人生第二次离婚 您描述的 完全是你单方面的 一个心理感受啊 你也没听他解释 对吧 对 他这么多年的习惯 他可能对事物 有他自己的认识 这跟爱不爱 好像不搭嘎吧 他很多事情 让我感觉到 他现在感情有变化 对我不太用心 所以我才会说 暂时不合适拿结婚证 行行行 我觉得它是个借口 反正现在结婚证 就是一张情报 就是借口不想领证 对我们目前的生活 没有任何印象 行行行 反正给的理由听起来 比上面那小子的理由好多了 到底有生活阅历 这个不一样 人家说的就 你一听特别有道理 那咱就缓缓接着谈谈 干嘛那么着急领这个证 那就是没有这个证 有一些他想要的方式 我达不到嘛 比如说一起过年啊 还比如说参加朋友的分离了 我觉得这个 我比较尴尬的这种场合 不太愿意出现的时候 就是不方便嘛 如果是一个证 我爱干嘛干嘛 是是是 先生那个我们大概能明白 你当初看中他什么了 跟他谈恋爱的时候 那次我们重婚了 然后他看到我了以后 就非常热情 带我去哪里玩哪里玩 我们也很聊得来嘛 一直就聊啥都聊 就觉得感觉很真诚 然后感觉他很热情 好像真心对待我 那因为我们也离婚 都十多年了嘛 其实也有碰到各种各样的 像他这样真心对待我 然后又那么真诚的 我觉得可以考虑嘛 我回去就跟家里的人 又说了一下这个事 那我们家里的人就支持我 说那你们就相处试试嘛 所以两年多接触下来 您觉得这个怎么样啊 我觉得爱较真 爱较真 还有呢 其他还好吧 就爱较真是事 您能包容他吗 是啊 我觉得也 我就是很冤枉的那种感觉 不是说包容不包容 我就觉得 我要跟他解释 他不听啊 不讲理是吧 对 您觉得他有什么缺点没有啊 以前他是我心中的女神 因为现在他对我的感情有变化 这个女神就打了一个折扣了 所以说 目前不合适领结婚证 我没问你领不领结婚证 我就问这人怎么样 人啊 他还是那么漂亮嘛 不是除了漂亮之外呢 你现在还外貌协会呢 除了漂亮之外呢 以前他对我很关心的 现在 其实我一直对你很关心啊 不怎么关心 不是他不关心你了吧 是您对他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吧 没有要求 你要求他懂你对不对 我说半句你得理解 这不就是要懂你吗 对 他说话老说半截 要让我去猜他后半截 我懂得他 我也不太习惯去猜人家的后半截 因为当时我们重工以后 是我在追他嘛 所以我懂得他 他未必懂得我 对啊 未必完全懂得我 也许了解一点点 行行行 现在不结婚其实也行 对不对 不结婚的话 就是说 就不要要求我说 像有一些那些场合嘛 要求我 明白了 因为我觉得尴尬嘛 因为我这个人 可能思想会比较保守嘛 就不太 你什么尴尬的 你也离婚了 我也离婚了 很多人都知道 我们在谈朋友 我们一起去 出席什么活动 在一起过年 有什么不妥的你说 这个是是是 是不是他心中没有我 不不不 他可以觉得不妥 不代表他心里没你啊 还是用那个反问嘛 我觉得去了不好 你非要带我去 是不是你心中没有我呀 我这么理解的 我是这么理解的 那你心里也没他嘛 我是跟他是男女朋友关系嘛 对吧 我带他去出席婚礼 那是您的理解嘛 那不是人家 有人家的理解嘛 每个人理解不同嘛 这可真要了命了啊 六十多岁了 人生四十多年 独立的那种 各种各样的经验 集合在一起 又喜欢 怎么把他们打磨成槽 合在一起 靠思维了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大概判断了一下 在中学时代 当时他特别出色 应该身边 很多男孩内心深处 都憧憬着这么一位 女性甚至是恋人 对吗 对 所以 他这么多年了 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 被很多人 特别当回事以后 就习惯不把别人当回事 请柬上不写某某夫人 不明不白的 我能跟你去参加婚礼吗 我爱吃辣的 你是跟我说过几次 你不能吃辣的 但你指望我记住 你爱吃什么 对不起 我这方面怠慢惯了 这是一个高调惯了的人 养成的一种生活状态 但是呢 世界养成我感觉心很累 对啊 但是呢 头一年 我上赶着我伺候您 我让您开心了 第二年了 都琢磨结婚的事了 张大姐 您是不是也得让我们 黄大哥找到点感觉 您不能什么都不 把人当回事啊 你看这脖子梗得 这个嘴 扁得多委屈 平时您得让她觉着 您也把她当回事 这是我的建议 二位的感情 其实就差这点 我刚才上一段 我说一听姐弟恋就头疼啊 但是这一对 也算是姐弟恋 但我听的还觉得很甜蜜啊 因为我觉得 到了六十岁上下这个年纪 不管是姐弟恋啊 黄昏恋啊 只要跟这个恋还能沾上边 已经是非常难得 和幸运的一件事了 那我觉得这二位 刚才其实所有表达的 都是我要爱 我要爱的感觉 我喜欢你 我希望你也喜欢我 其实是很甜蜜的一件事情 这种情感和情绪 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你们遇见了彼此 刚才大姐也讲了 就是在遇到男士之前 可能也有过 其他的一些相处 但是都没有遇到这么热情 这么真诚的人 对吧 人家可能就想找个老伴 打火过日子 以后我生病了 有人给我递口水喝 可能是这样的期望 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情感 情绪 心情 哪怕是纠缠 失望 都是因为有那种爱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特别值得珍惜 所以我觉得 可能我个人的建议 还是姐姐这边 可以稍微考虑一下 南方的需求 她那些需求 真的都是想要你更关注她 更在意她一点点 只要你 往你们这个感情里 多添一根柴 比如说过生日的时候 有一个仪式 送一个礼物 然后再添一根柴 比如说去机场接她一下 再添一根柴 比如说春节的时候 给她个惊喜 我说我回老家了 但是我突然出现在您的面前 对吧 我觉得这个火 就会越烧越旺 至于结不结婚 那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如果您真的做到了那一点 可能她某一天 就拿一束花 向您求婚的 这是我给女方的一个建议 南方我觉得 没什么大问题 谢谢老师 我劝您二位 就别想结婚的事了 她的是谈恋爱吧 因为您俩根本就真的 没考虑要结婚的问题 您俩一直在谈爱 但您俩其实都不懂 真正的爱是什么 我觉得对于大哥来讲 您所谓的想要的爱 在我看来您是想要面子 机场接机 您是真的需要她关心吗 我怎么感觉 您要的是炫耀呢 别人都有 我怎么没人来接 而且还是当年的一个 那么漂亮的姑娘 谁都想要的 现在归我所有了 她不来接我 我特别没面子 婚礼也是一样的呀 参加婚礼 她觉得我没名没份 我没法参加 那您想要什么 如果她真的觉得不合适 那您去了以后 您直接跟老同学说 现在我们还没结婚呢 不合适 一句话特别坦诚 接地气 说完完事 结果你说 她回去了 一个星期以后再回来 所以您要的是面子 您不是想要真正的一个 找了老婆 所以您要不就踏踏实谈恋爱 天天跟她说 我要高调的爱情 我过生日 我要蛋糕 我要鲜花 那是浪漫 真的浪漫 有些时候不能当饭吃 同样我也想跟大姐说 您不也享受 别人追求您的快乐吗 您刚才跟大哥说的 你看吧 我也给你买了羊梅了 你生病 我也来照顾你了 就说这两件事 您心里已经烦她了 烦她对您的挑三拣四 所以您二位 我觉得人活到五十多岁 再找一段恋爱不容易 这个时候恋爱 更需要的是嘘寒问暖 你喜欢吃辣 我喜欢不吃辣 我们就做辣的和不辣的 都放这儿 干嘛非得说 你做辣的你就是不爱我 大姐如果真的不爱你 不可能会守在病榻前 然后同样我觉得 对大姐来讲 大哥如果不想跟您在一起 他不可能还要让您参加婚礼 还把您带到他的朋友面前 所以您二位务实一点 如果真的想爱 领了证 嘘寒问暖 把日子过起来 谢谢老师 小鹏老师的话 我同意一半 黄先生啊 确实是想轰轰烈烈的谈恋爱 这么注意 老师 师父 该的 写 马上 посмотрим 你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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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方也不出 女方也不出 我觉得两人都想放弃了 都会出来 但是不合适 来 请开门 别着急 让我说一句话不行吗 就那么着急吗 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都过去了 以前不愉快的事情忘记掉吧 好 请亮灯吧 谢谢两位 请回请 谢谢主持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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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享受现在的生活 祝你们开心